看懂每一部好电影,还原最真实的剧情 大家好,欢迎来到纸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最近非常火热的西班牙电影《饥饿站台》 故事一开始,一座大型厨房里正在烹制各种美味佳肴 厨师长对食材的要求非常高 时不时地就会对制作过程进行巡查 画面一转,主人公格伦从房间中醒来 对面坐着一名跟他穿着同样囚服的男子 男子冷冰冰地告诉他 这里是监狱坑第48层 格伦对自己出现在这里并不感到奇怪 重要的是,这一个月里他们都吃什么 男子表示,吃上面47层剩下的残渣 房间中央有个巨坑,格伦小心翼翼地向下望去 发现下面还有无数个楼层 每个楼层的格局都是一样的 男子名叫翠马,在监狱坑已经待了一年多了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都会在一起 当然也有可能只待一个月 格伦询问他,这座监狱坑是如何运作的 翠马表示,为了食物 这里的食物都是按楼层分配的 幸运的是,48层的位置还算不错 就在两人聊着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悬浮餐桌落在了两人跟前 翠马看见食物后,立刻狼吞虎咽了起来 但格伦却一点食欲都没有 他们所在的位置是第48层 如果上面每一层都有两个人的话 那翠马就是在吃94个人的剩饭 不过翠马却不在乎这些 不吃只能饿肚子 格伦在餐桌上巡视了一下 最终将一个没人动过的苹果放进了口袋 随后,餐桌继续向下移动 翠马警告他 食物只有停在这个楼层的时候 才属于他们 一旦餐桌离开 所有未吃光的食物也要被全部带走 如果你不把那个苹果扔下去 那么房间里的温度就会一直升高 直到把我们烧死 格伦急忙把苹果扔了下去 房间中的温度也恢复了正常 画面一转 时间回到格伦报名监狱坑的那天 女接待告诉他 一旦进去之后 没有我们的同意是不能出来的 不过他可以任意带进去一样东西 最终 格伦选择了一本书 奇情异想的绅士 唐吉赫德 用格伦的话来说 他来这里的目的 第一是为了解焉 第二是为了用六个月的监禁时间 换一个证书 翠马对此非常惊讶 居然会有人主动来这种地方 晚上 格伦在看书的时候 听到举空中传了一阵声音 他好奇地向下望去 不过翠马却提醒他赶紧闪开 原来那个餐桌每天晚上都会高速返回临层 被他碰到必死无疑 第二天 格伦依旧选择什么都不吃 翠马嘲讽他 你根本不配待在这一层 或许那些连残渣都吃不到的楼层才更适合你 格伦许问他 你是因为什么被送到这里来的 翠马表示 当自己还在家里的时候 有个男人向他推销磨刀石的广告 只要用了他的超级武士磨刀石 即便是一把炖刀 也能轻易切开坚硬的物体 翠马是个从不注重细节的人 他一度怀疑 自己糟糕的人生 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磨刀 所以他就买了磨刀石 将家里的刀磨了磨 但是第二天 那个男子又打起了另一个广告 这次他卖的是一把 永远也不会变顿的刀 既然有这种不会变顿的刀 那自己买来的磨刀石还有什么用呢 翠马一气之下 将家里的电视扔出了窗外 结果却砸死了一名 骑车经过的非法移民 翠马认为 那个人的死不能怪自己 他是非法移民 他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 但警察不管这些 他们给翠马两个选择 要么去精神病院 要么被关进监狱坑 翠马权衡之下 还是选择了后者 跟格伦不同的是 翠马带进来的 正是那把不会变顿的刀 格伦询问他 这一年来他都去过哪些楼层 翠马表示 最高八层 最低132层 中间的很多楼层 他也去过 但132层是他见过最残酷的 因为到了那里之后 就什么食物都没有了 格伦立刻对他产生了怀疑 既然他去过那么多层 那自己绝不是他第一个御友 翠马之前的御友都去哪了 他曾在没有食物的第132层 生活了一个月 随身又带着一把 不会变顿的匕首 答案显而易见 翠马吃掉了自己的御友 就在这个时候 餐桌再次来到了两人面前 但与往日不同的是 这次餐桌上居然坐着一个女人 翠马表示 他叫米哈鲁 几乎每个月都会下来寻找自己的孩子 格伦对此非常惊讶 监狱坑里还有儿童吗 他上去安慰米哈鲁 表示自己会想办法帮助他 不过翠马却笑了笑 在这样一个地狱般的监牢里 他每个月都能安全往返 你认为他需要你的帮助吗 此时餐桌开始向下移动 当下层的两个男人看到米哈鲁的时候 便强行将他拉到了床上 格伦焦急地想要阻止他们 但两个楼层之间有六米高 他实在没有勇气跳下去 没过多久 叫喊声戛然而止 米哈鲁拿着带血匕首返回餐桌 原来他把那两名男子全都杀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格伦和翠马的相处还算融洽 格伦也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直到一天晚上 翠马询问他 你相信上帝吗 如果相信的话 就为我们祈祷吧 房间中充斥着麻醉气体 今天晚上之后 他们就会被分到新的楼层 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 没有人知道 画面一转 格伦从昏迷中醒来 但是他却发现 自己被五花大绑捆在了床上 翠马指着墙上 171的数字告诉他 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太理想的楼层 格伦更年轻更强壮 或许短时间内 他不会攻击自己 但饥饿能使人疯狂 迟早有一天 他会动吃人的念头 所以翠马才先一步将他捆在床上 翠马不会这么快杀死他 因为第一周不吃东西是可以忍受的 从第八天开始 翠马每天都会从他身上割下几片肉 为了让格伦活得更久一点 他还拿出了一半来分给格伦 就在两人聊着的时候 餐桌缓缓降了下来 上面除了瓶瓶罐罐之外 连一口汤都没有剩下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终于来到了第八天 翠马还有两个月就要出去了 他不想让之前的努力白费 就当他用匕首切下一块大腿肉的时候 米哈鲁像往常一样 坐在餐桌上降了下来 他从一开始就对善良的格伦充满好感 看到他被虐待 米哈鲁冲下来就用匕首割断了翠马的喉咙 紧接着 他给哈鲁松了绑 并将匕首递给了他 意思是让他自己去报仇 格伦强忍着疼痛 来到翠马面前 用匕首结束了他的生命 米哈鲁割下一块肉递给格伦 吃下去就能活命 不吃就只能活活饿死 在生死面前 格伦还是艰难地咽了下去 第二天 当餐桌再次来到的时候 米哈鲁就坐上餐桌离开了 画面来到餐厅当中 主厨拿着一盘冻钻奶 破口大骂了起来 因为他从甜点中发现了一根头发 他们对菜品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怎么可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另一边 格伦依靠催马的尸体坚持到了最后一天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第三十三层 这个楼层应该不用再吃人了 格伦的新育友名叫伊莫 他带进来的物品是自己的狗 格伦认识这名女子 自己报名的时候就是他接待的自己 既然他是内部人员 想必应该知道如何从这里逃出去 不过伊莫却让他失望 伊莫跟他一样也是自愿进来的 人们都把这里叫做监狱坑 但是他们却更愿意称之为垂直自我管理中心 这里一共有二百层 如果每个人只吃自己需要的那部分 那么食物就能够到达底层 当然要实现这种自发性团结是非常难的 这也是监狱创立的初衷 没过多久餐桌落了下来 伊莫却并没有急着吃东西 而是拿出来两个餐盘 他想为下面的人定量分发食物 不过格伦却认为他的举动是徒劳的 在这里人们可以为了一个食物凭个你死我活 甚至还有一个至今都没找到的孩子 伊莫立刻否定了他 监狱坑里绝不会有16岁以下的孩子 就在两人聊着的时候 餐桌降了下来 伊莫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接下面的人 让他们吃自己分配好的食物 然后再摆出同样一份留给下层的人 但下面的男子根本不听权告 上个月他们险些饿死在88层 好不容易来到一个还不错的楼层 他们要把失去的体力全都补回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 伊莫都重复着自己的行为 他坚信人们迟早会明白的 不过格伦却受够了他的爹爹不休 他向楼下的男子大喊 如果你们不按这位女士说的做 明天我就在你们的食物上洒满大便 如果你们听懂了 就把我的指令传到下层 格伦的这句话果然管用 正在疯狂进食的男子立刻就停了下来 格伦告诉伊莫 改变从来都不是自发的 而是受到了上层人的逼迫 第二天 当餐桌降下来的时候 格伦发现米哈鲁晕倒在了餐桌上 他跟伊莫立刻降任他的床上 让他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 晚上 格伦突然被一阵争吵声惊醒 原来是米哈鲁恶极了 杀死了伊莫的狗 天亮之后 归负体力的米哈鲁离开了 格伦劝伊莫不要责怪他 他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付出太多了 伊莫冷笑一声 十个月前米哈鲁因为杀人被送了进来 是自己亲自招募他的 他没有父母 没有孩子 他进来的时候 把自己当成了玛丽莲梦露 现在又成了孩子的妈妈 他就是一个疯子 疯子的话居然也有人相信 几天之后 伊莫已经奄奄一息了 他本就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 虽然在监狱坑工作了25年 但直到进来的前一秒 他都不知道监狱坑原来是这副惨状 他无力改变 但是他却能恪守自己的原则 他跟自己的狗轮流吃饭 每次只吃一人份 即便狗已经被杀了 他依然保持这个准则 转眼到了月末 又到了每月一次的轮换时间 当格伦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身处202层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伊莫已经上吊了 他之所以没有跳下去 只是为了将自己的尸体留给格伦 此时 格伦的脑海中 同时出现了伊莫和崔玛的声音 他们都在劝格伦吃掉尸体 这样他才能活下去 格伦再次陷入了心理斗争 这次的选择 比吃掉崔玛更加艰难 崔玛想要杀掉自己 格伦吃掉他 心理上不会有太多的负罪感 但伊莫却是一个高尚的人 是第一个 为自发性团结牺牲的人 吃掉他就等于吃掉了原则 不过最终他还是没能扛过自己的意志 在忍受了几天饥饿之后 他用匕首割开了一幕的尸体 一个月后 格伦从一个新的房间中醒来 旁边有个叫巴特的男子 指着墙壁告诉他 你看到我们是第几层了吗 我们在第六层 紧接着男子拿出了一根绳子 然后向着楼上大喊 能不能把自己拉上去 这是他们距离终点最近的一次了 楼上的两人表示愿意帮助他 但是就当男子即将爬上去的时候 两人却松手了 好在格伦及时拉了他一把 才没有让他掉下去 第六层的食物非常丰盛 但是两人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晚上 格伦跟巴特商量起了一件事 他想跟着餐桌一起下去 强制给所有人发食物 一旦每个人都拥有了食物 那么监狱坑的机制就被打破了 说不定他们也会被释放 不过巴特却拒绝了 谁知道下面到底有多少层 如果食物分完了 还没有到最后一层怎么办 机制无法打破 他们也回不到第六层了 格伦表示 自己在202层的时候 计算过平台走一个来回的时间 以及每层停留的时间 以此来推断的话 监狱坑大概有250层左右 对不讲 如果自己计算错误 那么他们也可以跟着餐桌回到零层 巴特不是一直想逃出去吗 餐桌可比绳子好用多了 两人说干就干 他们拆掉床铺 拿了两根钢管 然后便跳上了三车 不过刚下降一层 格伦就改变了主意 前50层的人每天都能吃到食物 近视一天不会怎么样 所以他们要从第51层开始分配 一路上 两人用铁腕政策执行着他们的计划 直到来到某一层的时候 巴特强硬的表情立刻僵住了 他告诉格伦 眼前坐轮椅的男子是一名智者 他当初教会了自己很多道理 智者告诉他们 想要打破机制当然是好事 但如果你们成功了 那些管理者们又怎么会知道呢 明天无非又是新的循环 所以你们一定要将信息传递上去 而信息就是食物 他们要将一道精心摆盘的菜 完好无损地运回顶层 试想一下 当这样一道菜出现在管理者面前的时候 他们会是什么表情 是不是更能显现出 他们要达成的效果 两人选了一盘冻钻奶 他们要赌上自己的生命 保护这道菜 前50层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要阻止人们进食 两人软硬尖尸 终于来到了第51层 因为可以分发食物 他们反倒感觉轻松了不少 就这样 两人一路来到了第250层 但是餐桌却没有停下来 原来只要楼层里的人全部被杀 餐桌就不会停留 这就意味着 格伦的计算出现了偏差 就当他们来到251层的时候 发现两名男子正准备杀死米哈鲁 两人二话没说 上去就跟他们争斗在了一起 可能是饥饿出发了人们的潜能 住在这一层的两名男子 显得格外凶残 巴特的腹部被割开了一道口子 格伦也被对方打倒在地 眼看就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巴特夺过场道杀死了二人 格伦本想带着米哈鲁一起离开的 但因为伤势过重 米哈鲁已经断气了 两人跳上平台继续往下走 虽然下面的楼层人极稀少 但只要还有人活着 他们都会为其分发食物 就这样 两人一路来到了333层 现在他们的手里 只剩下了那盘冻酸奶 巴特死死地将它抱在怀里 这是要传达给管理者的信息 就在两人一脸绝望的时候 餐桌突然停住不动了 难道333层就是最后一层了吗 此时 床下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两人急忙走下来 想要一探究竟 不过餐桌却继续向下移动了起来 哥伦大喊着 让巴特把冻酸奶扔下去 按照监狱坑的规定 刺藏食物的下场 不是被烤死就是被冻死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 屋子里并没有任何温度变化 小女孩慢慢从床下爬出来 她饿坏了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盘冻酸奶 两人再次陷入艰难的选择 一个是用性命保护的信息 一个是人性最后的底线 他们一时陷入了两难 但画面一转 小女孩已经将冻酸奶放在了嘴里 哥伦笑了笑 他们已经做出选择了 晚上 哥伦再次梦到了崔马 崔马告诉他 那个女孩很有天分 她或许才是真正的信息 醒来之后 哥伦发现巴特因为失血过多 已经死去了 为了完成任务 当餐桌再次降下来的时候 哥伦将小女孩带了上去 两人一路下降 来到了一片黑暗的空间 哥伦抬头望了望缺口处 照进来的亮光 那里或许就是希望吧 此时崔马缓缓来到他面前 你的旅程结束了孩子 哥伦表示 还没有 我必须跟女孩一起上去 崔马又说 你不是信息 上面不需要你 哥伦看了看熟睡的女孩 然后从餐桌上走了下来 他跟崔马并肩走进黑暗 伴随着餐桌的上升 电影结束 饥饿战台是我见过最具讽刺意义的影片 千语坑的寓意义非常明显 现实中无形的社会阶级 在影片中被具体化 上层人可以优先获得食物 他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甚至还可以在上面吐口水 他们才不在乎下层人的死活 食物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 但映射到现实中 却不仅仅如此 它可能代表亲钱 代表势力 代表底层无法触及的社会资源 谁活在上层 谁就能支配这一切 下层人对上层人的做法嗤之以鼻 他们做梦都想爬上去 影片中给了他们机会 每个月轮换一次的设定 让下层人有机会成为上层人 但沉浸了心酸的他们 会做出改变 显然是不会的 他们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甚至更加变本加厉 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男主是一个普通人 他来监狱坑的目的就是戒烟 读完唐吉赫德 顺便还能拿到一份证书 多么完美的理想 但现实却将他彻底抛进了地狱 他在监狱坑中遇到的人 都有非常明显的隐喻 第一个人是崔玛 崔玛被关进来的理由非常可笑 他用电视机砸死了一个非法移民 那个人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 但命运就是这样 他也只能向命运低头 崔玛不是一个恶人 但却是一个自立的人 他在跟男主交流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50刀广告 他第一次买了一个磨刀石 只有用磨刀石打磨过的刀 才是锋利的 之后他又买了一把不会变顿的刀 两者相比 显然是后者更胜一筹 其实这里就在暗示两人所处的现状 崔玛在监狱中摸帕滚打了一年 他就是那把不会变顿的刀 而男主才处处忙碌 他需要经过打磨才会变得锋利 崔玛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结局 一旦出现对峙 获胜的将会是自己 第二个出现的是一个叫米哈鲁的疯女人 米哈鲁在影片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底层的人在努力向管理者传递信号 而管理者也在向下层传递信号 这个信号就是米哈鲁 影片中米哈鲁一次次的下行 其实就是在告诉所有人 底层中留存着希望 当餐桌降到底层之后 立刻就会返回到零层 难道就没有人想过乘坐餐桌逃离吗 当然有人想过 只是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楼层 哪怕自己的楼层一无所有 谁知道下面会不会更糟呢 人吃人已经成为了常态 没有人愿意行往深渊 监狱里的人都说他在寻找孩子 但米哈鲁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寻找孩子从何而来 或许这只是囚犯们看到他每次下来而编的故事 他们忽略了信号 只能看到表面 所以他们注定会待在这里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 让男主的脑海中萌生了一颗种子 监狱坑中有孩子 第三个出现的是女接代 她进来之前把监狱坑称之为垂直自我管理中心 目的就是实现自发性团结 但是很快她就发现 根本没人在这里自我管理 于是她开始好言相劝 试图改变这一切 但现实是残酷的 自己的好言相劝还不如男主的大便警告来的之间 女接代改变不了别人 所以便开始以身作则 她跟狗轮流吃饭 即便狗死了 她还在保持这个原则 在现实社会中 试图用以身作则来改变社会 无疑是痴人说梦 第四个出现的是黑人男子 他在现实社会中代表着想要跨越阶级的积极分子 他希望通过上层人 拉他的绳子将他带到上层社会 但换来的却是嘲笑和侮辱 越是上层的人 越能享受更多资源 谁会甘愿把蛋糕分给其他人 最后出现的一个小女孩 网上争议最多的就是 这个小女孩是否存在 我个人理解她是不存在 她只不过是男主的幻想罢了 从进入这个监狱开始 男主就是一个坚持着内心底线的人 他不吃残羹剩饭 不杀人 不靠人肉为生 但现实却逼着他一步步妥协 这也是他走向深渊的过程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监狱被设置成了333层 寓意何在 后来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 333层每层两个人 加起来就是666 666一次 在圣经启示录中 暗指迫害基督教徒的 罗马暴君尼禄 后来扩大泛制地狱 而小女孩就生活在地狱当中 这时候 男主仅存的人性光辉 驱使他将冻酸奶递给了女孩 这是他完成自我救赎的最后机会 既然小女孩不存在 那么冻酸奶去哪了呢 有人说电影是开放性结局 其实不然 冻酸奶已经被送到了灵层 电影后半部分有一个镜头 厨师长在一盘冻酸奶中 发现了一根头发 其实这就是影片的结局 他认为这盘菜之所以被剩下 是因为卫生不达标 或许有人会问 底层的人都开始吃同类了 还会在乎一根头发吗 其实这些工作人员 就像女接待一样 他们不知道有人在挨饿 所以便把男主千辛万苦 传回来的信息 当成卫生问题草草处理了 饥饿站台是一部反乌托邦电影 影片将阶级的丑陋 人性的黑暗 刻画的淋漓尽致 333个阶级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世界上只有两个阶级 穷人和富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固化的时代 就像有句话所说的那样 寒门再难出柜子 阶级固化仿佛已经成为一道魔咒 时刻萦绕在每个人的头顶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三两支持一下 你们动动手指 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